您前任的包括李鴻源或是陳偉仁部長 他們都去拜過鄭成功 我現在正式的問您 4月29號快到了 您要不要再去拜鄭成功 我那個時候不一定 行程上許可 我不一定 但還要看我行程上許可 不過我會把剛才委員所提到的 把剛才委員所提到的那一個 而且我也回應你的那一個 這個文化多元要多注重各方面的感受 這樣子的想法放在心上 另一位Glas Yudaga 3月6號質詢內政部長葉俊榮 強調鄭成功迫使過去原住民族流離失所 不但從1946年官方開始舉行 言平俊王祭典 1963年行政院更決議 由內政部長主持已是隆重 表明主計鄭成功不應該由中央政府執行 回應原住民族團體多年訴求 內政部核定今年4月29號鄭成功祭典 該由台南市長賴清德擔任主計 基於尊重鄭成功的這個祭祀 主要還是以台南在地的文化特色為主軸 所以說我們就決定由台南市政府 來擔任這個活動的主辦和主計 內政部回應 考量社會各界多元聲音 今年內政部不派代表出席鄭成功祭典 打破強達54年慣例 對於這項變革 希臘雅文化發展促進會理事長 段宏坤表達肯定 不過也認為政府能做得更多 我們是覺得是值得肯定 但是這樣的做法還是不夠的 在我們的歷史課本裡面 教育下一代的孩子裡面 不能再用他是民族英雄這樣子 對我們非常傷情感的一個資源 來教育下一代的孩子洗腦他們說 他是來這邊是要來收復失去的國土 然後來這邊是要來造福這邊的人群 那是非常荒謬的事情 紀錄片工作者麻藥比厚 也呼籲政府落實原住民族轉型正義 認為依出帶有威權殖民者含義的銅像 才是彌補過去殖民統治 對原住民族造成傷害 這轉型正義要做 這轉型因為這種族群的議題 你看蔣中正的銅像 八點一的銅像 鄭成功也還有銅像 如果銅像都是有爭議的話 通通銅像都應該要拿走 那鄭成功的銅像還在 為了培養下一代多元史觀 希臘文化發展促進會 近期也將召開論壇 廣邀社會各界民眾表達論述 讓鄭成功的功過跟紀念方式 能有理性討論空間 記者啾鼓把號台北市採訪報導 電磁段上的ique genre 介紹一下 任何? 證書讓我們回應